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罗里的频道 然后今天来测的是 只能给有对象的人测 你的暧昧对象 你的暧昧对象有想要跟你进一步吗 对方对你有意思吗 只限于暧昧对象 顾名思义 暧昧对象 不要问其他的 我们先来想一下他 我们先想一下你跟这个人的互动 他叫什么名字 他长得怎样 那再问我跟他会有机会吗 他喜欢我吗 我跟他能不能再下一步交往 OK 想好的话呢 我们再来选牌 还没想到现在暂停 那我们先来选牌咯 好 画面上有四组牌 然后最左边是1 然后再2 再3 再来4 好 想好的话呢 我们拉到时间轴 还没想好的话先暂停 我们先同牌组1 好 来牌组1 你们的暧昧对象 对你们有什么看法 Psychic protection Around me now A share of gold Protect me strong and bold 我觉得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很安全感 很舒服 感觉你可以挡一切的疯疯于 然后有点像他的mother或father 就可以帮助他很多事情 可能你们本身能力就还不错吧 好 我们来看他想要跟你讲什么 be willing to express love express love to receive the 好 他们可能觉得你不够主动 还是怎么样的 可能他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都有点慢啦 或者是感觉你没有那么热情啦 或者是怎么样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 water element sensing跟mercury retrograde 水逆 还有grand trine blessing 好 因为这边好多蓝色 水星 然后水 然后又蓝蓝的 好 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点有点僵 或者是有点冷淡 好 不过呢 我是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 有点像是变来变去的 就是不太一定 可能今天没有那么什么聊天 可是隔天又比较很多 好 就是算是还不错 只是你们因为这边是水逆 你们很容易被思想给影响 譬如说今天心情不好 就不会想要聊天 好 就是很容易有思想错乱的问题 然后导致你们两个可能沟通不佳 或者是有时好有时坏啦 这样 不过大致上来讲是还不错 因为有grand trine blessing 就是相位还不错啦 你们的大致上都会觉得说 彼此感觉都聊得很来啊 然后讲话也还不错啊之类的 maddle vulnerability 我会觉得对方在你面前 反而会比较像是小孩子 因为他感觉好像 他觉得他自己很卑微 什么都好像没有你会 然后感觉你好像什么都很厉害 就是可以保护他之类的 所以他在你面前比较有点脆弱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反而是你在保护他 我会不会想到这一组的人 是这样状况相反啊 反而是对方保护你们 有这个可能性吗 如果有的话你会让我知道 好 diameter the nurture 对啊 我真的觉得 这边有很多能量是 一个很像father跟mother 然后一个很像children 就是大对小 然后我不知道是 你们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一个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们两个的关系就是 有那种上对下的感觉 然后呢 很难以突破这一种感觉 然后直接就是交往 就是需要一阵子去让彼此熟悉 才有办法交往的啦 才有办法接到下一步 ok对啊你看很上对下 而且有点不平等哦 可能其中一个人很霸道 傲慢之类的 然后呢权杖二代表的是 你们两个的确是有可能会有未来的 好有机会发展啦 对啊我觉得你不妨是 因为你们现在啊 这边是保健期嘛 跟保健期是 可能你一直在用某一种很旧的方式 在跟他沟通 譬如说上对下 或者是你总是问他公事之类的 我觉得你们要换一个方式沟通 才有办法进到下一步 你们两个的关系 才有办法是 就是从随逆 然后走到正向 就你们要换一个方式发展 才有办法去发展出 你想要跟这个人发展的关系 不然这个人他真的是有一点点 觉得在你面前脆弱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这样的话很难让你们的关系有点 再明朗化很难继续发展 然后你或他有可能是风向 或者是这边因为有水 所以有水向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暧昧对象啊 对你是有feu 可是比较偏向于单纯的事业上或公事上 不过如果是说你想要跟他有个发展的话 我建议你自己去主动跟他开启这方面 因为他可能比较迟钝 或者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块去 所以你可能要提点他 OK 会比较需要 你们会需要比较多心思去跟这个暧昧对象 再进到下一步 OK好不好 以上呢就是排组1 然后希望帮助到你们 我们下次见咯 记得订阅朋友到最长IG 拜拜 好来我们来看排组2 对方对你们的看法 你们有没有机会进到下一步呢 来 我们来看 好 我觉得你们有机会 我觉得有可能 我们继续看 我真的觉得对方觉得你很棒 对方觉得你很漂亮或你很帅 而且你绝对是他的理想心 好不好 很棒 好我们继续看 对方想跟你讲什么呢 你可能要多主动跟他 调情欸 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暧昧的暧昧到非常的火热 你们可以继续 真的是可以继续很棒 真的 好我们继续看欣慰 好 Ed House The Ending and Beginning 跟Libra Eye Balance 哇 我觉得你们还不错啊 你们是那一种 是时候该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暧昧的情侣欸 就应该要赶快交往了 因为你们两个关系很平等啊 然后彼此相处起来也都很温暖很舒服 而且都是对方的理想性啊 然后呢 我觉得是时候应该要淘汰掉你们的暧昧其乐 该进入到交往期了 好 这个是我觉得The Ending跟Beginning的意思 好 对啊 Wind Activation 这点很像你动作欸 就是叫你去动作叫你去 直接 直接 直接说要交往了啦 好不好 好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对啊 可是因为这边有一张time 我会觉得你们的时机 告白的时机还没到 可能要再酝酿一阵子 或者是说 你应该要规划一个 一个还不错的告白时间 或者是对方可能会规划一个 还不错的告白时间 好就是我感觉你们之间的状态 是即将会改变的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走 不是差的 因为这边有reburst 好就是重生 然后有Ariana的time 就可能时间会证明一切 你们两个是非常非常有机会在一起 而且是高达我大概觉得98% 98%吧 好 那我们来看小牌好了 The Emperor 法力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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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币酒 我觉得你们 你们两个很合啊 一个国王一个皇后啊 对啊 而且 而且我觉得你已经打开他的心房了耶 你已经没有 你已经让他觉得说 就是你了 的那种feel 而且你不会让他觉得很怪还是怎么样的 跟你相处起来 对啊 哇 哎 钱币酒跟十耶 好啦 我不想讲 排阻二就是会交往好不好 我不想讲了 我不想解释你们两个 好羡慕喔 好啦 你们就是快要交往了 好吧 那绝对是快了 你们好运当头了 我跟你讲 好 会有一个大转变 好不好 OK 直接快点结束 然后以上牌组二 恭喜你们 好 那我们还牌组三喔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就转IG 拜拜 嗨 我们来看牌组三 对方对你有没有意思呢 Harmony As I create I will share Harmony divine With love and care 好你们的确是有那种 心灵相通 对方也觉得你还不错 好 那我们来看他想跟你讲什么 Remains Love is the one you love With personal attention and affection 好啊 对方有感觉到跟你之间的连结 好 还不错 那我们来看这个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跟Uranus Janus 我觉得这个Uranus Janus 因为天王星总是会带 带给我们一个能量叫破坏 可是我不晓得这个是破坏 是你之前的能量还是 是后面的 所以我这边破坏这个东西 我保留等下再讲 那我先讲这个Air element 就是说你们两个的关系啊 很棒 而且可以一直聊天来聊天去的 就是东聊西聊的感觉 你们都可以很轻松的跟对方相处 好然后 对方对你感觉也不错啊 Rimbo Blasting 就很像一个桥啊 然后你们两个就是 有一个桥在彼此的顶魂你知道吗 有一个连结 因为你们两个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对方 就是很有共鸣啦 因为这边Harmond 就是共鸣的意思啊 你们两个很像弹音乐一样 就是很和谐这样 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 Liberation 嗯 好我大概知道 那个破坏是什么意思 Ridical sentence 就是说 我再确认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啊 你们可能在遇到这个人之前 有经历过很惨痛的分手 或者是感情过得不顺遂 好可能在遇到这个人之前 可是呢 也有可能是指对方 你的那个人可能又遇到这个状况 好可能刚分手还是怎么样的 导致你们的关系啊是 嗯必须得经过一个转变的 就是有点像是你在你们聊天 很像一直在讲彼此的过去的上痛 然后呢 互相安慰 然后互相扶持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很正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Universe 不是指你们的坏关系会破坏掉 是指你们之前的坏关系 会因为你们两个的连结 然后呢 逐渐带往美好的事物走 所以你们的坏关系 已经在过去已经结束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小牌齁 对啊 你看权杖六是一个很成功的牌 而且又有命运之轮 哇 我觉得你们很有机会啊 我觉得你们很棒 可是呢 也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我不晓得是你们的谁 你们哪一个人可能 对象有点多 或者是不只有一个这个聊天对象 好 就不知道是谁啊 不知道谁 真的 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 有很多对象 或者是不止这个 你在问的这个对象 不过你如果你只是要单问 你跟这个曖昧的对象 有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话 我是觉得还蛮有机会的 因为对方会觉得 你就是他的No.1 然后呢 他不会想要再继续去找别人的 好 因为这边有很多圣杯 可是让我觉得是 可能他对你的感觉比较强烈 因为这边有权杖六 又有权杖八 嗯 好 只不过呢 只不过呢 也许他现在还是会跟别人聊天 因为这边命运真的是你一位 好 他可能要一阵子才会清楚知道 跟你比较有连结 跟你比较有想法 这样你们才有机会进到下一步 OK 不过你们是有机会的 大概是80% 对 好 那以上就是选到排入三 然后希望帮助到你们 那我们下次见咯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最终来期 拜拜 好 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副第四组 你们的对象有没有机会呢 Friendship Bring to me Friendship to Sharing Lotter Understanding to 友情 好我们继续看 Joy As I do will Somebody be The joy and life Ready from me 好啦 对方觉得跟你玩一起很开心 跟你在一起相处很舒服 很像回到老朋友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你们能不能从好人卡 晋升到恋人派好不好 对方想跟你说什么呢 我看一下咯 Rest and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We all have a fundamental need to take a break 等一下咯 Love is all around you There is love everywhere all the time Simply a cloutry time 哇我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这四组牌感觉 你们有点像被发好人卡 可是呢对方还没有 还没有彻底的发给你 就是已经快要颁奖给你了 可是可是还有转机的余地 对因为对方对你的感觉是好的啦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 Nor Snow Dive Depths 好 南交点 跟Sagittarius I see 好我觉得对方跟你相处起来 比较像是超级好朋友 而且他有时候会需要自己的空间去休息 因为射手座很需要自己个人的空间 加上这边有时候Rest 休息一下 可能你们最近会关机进入停滞期 或者是很少再联络 都有可能 只不过呢对方是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确是很开心 没有错 好 然后可能你们最近会休息一阵子啦 就是比较少联系吧 Wolf的Instinct是对方对你的感觉 他觉得跟你相处起来很有洞察力 很有明洁力 或者是他觉得你是一个条理很清楚 很有逻辑性的人 对 好 Shaman 对啊 我觉得如果要么就是他对你 要么就是你对他 可能不知道是谁 可能对对方的感觉是那一种 我觉得对方很很有智慧很聪明 然后呢主要是来向对方讨教 讨教那种问题的人 好比较没办法就是一般朋友啦 很难会转向于恋爱吧 Reverence 跟尊敬牌跟Revelation 我觉得你们这一个对象可能有点会 你会被发好人卡 因为他真的只是单纯对你像 就有点像是问东西的人而已 然后 比较没有那么恋爱感觉耶 Steelness也是 就是你们两个关系可能现在有点冻结住了 就是无法继续发展了 好之类的 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人继续下去的话 你就不要先从爱情出发跟他聊天 你应该要从朋友开始逐渐跟他建立起关系 如果你还想要这个人的话 对 那如果你不想要你就放弃吧 可是如果你还想要的话 也不是说没机会啊 因为这个人对你的确是还蛮友善的 觉得你还OK 可是没有把你带到那方面的思想 不过如果你想要继续尝试的话是有机会的 好就是用一般朋友的角度去关心他 嗯 对啊 而且这个 这个对象的确是蛮难攻略的哦 你们真的只要比较像是小朋友在嘻嘻哈哈玩的而已 嗯 而且好多火 可能你们这边有射手耶 所以你们其中一个人可能是火象星座吧 射手母一样狮子 对啊 然后我觉得应该看这个频道的人 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想要赶快跟他有一个关系 可是对方就没有那么的想了 对方就只是觉得有就是一般朋友这样 而且或许对方还一直沉浸在过去的伤痛 就是可能他刚分手还怎么样的 就没有办法跟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好 有可能学到这副牌有一点点的人是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 OK 所以OK 你们呢 有点像背叛好人卡 可是如果你们想要再继续追这个人的话 我也觉得OK 你们就继续用朋友的角度去跟他发展 会比较有机会 好 那以上就是牌组四 然后希望我帮助到你们 那我们下次见啰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追踪IG 拜拜 拜拜